邻居的土地安静了 大地为辉的弦拨下了最后一声 天上刹那忒云滚滚 高大的背影逐渐在天地间褪色 从此刻开始 他不再属于一个时代 而属于千秋万代 此后的世世代代 他从凡人走向神坛 出现在长街短巷的门上 千门万户的祭祀台上 黑面浓虚 手持元宝成了财神爷 关羽屡之长须开始疑惑起来 他生前高大威猛 一路跟随刘备过关斩将 建功立业 一介武夫 怎么被后世共成了财神 关羽源自长生 后改云长 何东郡 谢县仁 汉墨 王命卓郡 当时刘备正在招兵买马 关羽和张飞跑去应聘 三人一拍即合 此后就在刘备麾下当职了 刘备攻克徐州后 将阵手下批诚的任务交给了关羽 自己则回去助手小配 公元二百年 曹操率军攻打徐州 勤获关羽 曹操素来西才 认为关羽威猛 因此对他十分宽厚 后来 袁绍派炎良 在白马进攻东郡太守留言 关羽 于万人之中 取炎良首级 解除白马之为 声明确计 曹操钦佩关羽 因此想将他收入麾下 关羽 因赶怀刘备的后代 称自己只想报答曹操的恩情 但绝不会背叛刘备 因此满言拒绝 曹操被关羽的意气深深蛰伏 后来 关羽写下书信离开 他也并没有派人阻拦 公元二百一十九年 刘备自立汉中王 封关羽 为前将军 不久 关羽率军向樊城的曹人进攻 正值秋天 大雨连绵 汗水泛滥 关羽利用天使 水淹其军 致使赶来救援的 于尽投降 此后又斩杀 魏国将军庞德 一时间 威震滑下 关羽虽执掌荆州 却非偏安一遇的人 他当时威名在外 令曹操和孙权 都感到了威胁 曹操听从司马懿和蒋记的建议 跟孙权 达成了协议 曹操派徐晃 支援樊城 孙权则从后方袭击江陵 樊城久攻不下 关羽想要领兵退还的时候 孙权已经占领了江陵 并俘获了将士的 关羽败走被孙权赌击 斩于邻居 关羽一生赤胆忠心 对刘备生死相随 应勇盖世斩颜梁败于晋 但他也持财疏鲁 痛失荆州 以致身手异处 刘备登基后 东征的谬误决策 同关羽败走卖城 有直接关系 关羽死后 被追视为壮谬侯 事法在历代各有差异 因此在理解上 有很大的偏差 介于后主作为晚辈 对前人的尊敬 和蜀汉官员的意见不明 可约为褒贬掺半的意思 但不论是哪种解释 关羽一生有功有过 为何会被奉为神呢 最早把关羽捧上神坛的是佛教 佛祖统计等佛教典籍中在 隋朝开皇年间 天台宗智乙大师 远远望见玉泉山上 紫云缭绕 便入山游历 当晚遇见一位 长须飘飘的美男子 他自称汉将军观云长 为普救众生 愿将他主管的这座山 送给佛门子弟做道场 感动至于 智乙大师奏请随文帝 封关羽为佛教护法的迦兰神 所以一些寺庙的大殿中 变供了关羽的素像 与另一迦兰神委托作伴 公元760年 唐素宗将将子牙封为五城王 将太公庙设为五庙 与孔子的文庙并列 同时模仿文庙中的孔门使者在武庙 也配赐了十位名将 这十位名将中还尚未有关羽的影子 当时有人提出将关羽纳入其中 但并未得到采纳 可见在唐代 关羽的地位还没有得到统治者认可 关羽从人迈向神的第二步 始于宋朝 公元970年 宋太祖赵匡印下赵 选出古今忠臣义史三三二人 加以表彰 并三目左派专人祭祀 其中就有关羽 广见陆中载 北宋大中降伏年间 谢州的岩池干了 无法完成赋税 宋真宗派人进来考察 考察者遇见成皇神 成皇神说 这都是赤油在作祟 于是真宗又派朝臣 吕一简去岩池祭祀 结果吕一简 当晚梦见身披战袍的赤油说 天帝命我主管岩池 而宋朝皇帝 敬畏我的仇人 轩元立四 所以我要毁了岩池 除非你们拆掉轩岩池 朝堂一片慌乱 龙虎山上的张天师 建议真宗招来关羽 降伏赤油 张天师做法后 关羽果然仗劲而出 与赤油大战一场 最终获胜 岩池恢复正常 真宗立刻封关羽为崇宁真君 并立此供奉 其实岩池恢复正常 完全是因当地官员 带人修补 而真宗和张天师 只唱了出气 宋神宗时 传说在宋军远征交纸时 关羽曾显胜帮助宋军 因此政府出资 在玉泉寺内加建专门的显烈庙 后来宋哲宗还亲自提写 显烈二字作为显烈庙的匾额 从此 关羽成为护佑宋朝军队的军神 地位不断上升 到了公元1102年 宋徽宗封关羽为中会公 公元1108年加封五安王 公元123年再加封义勇五安王 宋徽宗还亲自为玉泉寺显烈庙 提写神勇二字的匾额 为什么关羽的地位 在宋朝会急剧攀升 幕后的推手又是谁 其实包括关羽在内 一个非民间人物 在时代变革的舞台上 浮浮沉沉 跟当时的政治形势 和政治目的脱不了干系 一方面 苏氏在东坡志林中描绘 向中小儿听三国评说的情形 说明在北宋时 虽然官方仍坚持魏的正统地位 但在民间已出现 雍流反曹的意识 到了南宋 朱喜在资质通建纲目中 批评了司马光 以魏为正统的做法 提倡以蜀汉为正统 随着朱子学成为官方之道思想 蜀汉取得了正统的历史地位 这一情况 自然也有利于将官羽塑造为 高大上的正面人物 宋朝被异族侵扰 军事力量一直处于弱势 整体国家需要寻求慰藉 其正统的地位也需要被强化 在这种背景下 关羽这个世子忠于刘备 忠义勇猛的形象 就被拿来无限放大 巩固民心 另一方面 在北宋早年攻打北汉和辽国时 晋商为宋军提供了经济支持 宋徽宗时 河东延迟因洪水而渐产 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复延迟 至崇宁四年修复完毕 为此 宋徽宗还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 可见延迟对于宋朝财政的重要性 而延迟的生产和经营 晋商是极为重要的环扣 关羽作为晋文化代表 在政治舞台上混得风生水起 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此外 由于商品经济发展 市民的生活水平提高 娱乐活动也变得多样化 金存最早的专讲三国的画本 三国制品画 三分事略等就出现于这一时期 到了明朝 关羽在民间的声望 有增无减 公元1509年 明武宗次庙约中武庙 公元1582年 明神宗风邪天大地 万历年间 于瑶被窝寇洗击 城池威在旦夕 有人去官帝庙中祷告一番 大家竟顺利打推我口 于是在官帝庙的石碑上刻下名文 铁马斯池 金歌后仙 再战肩窝 云其俨然 这类官帝显灵的事 还有很多 且越传越广 以致官羽的声望越来越高 官羽的封号 在光绪五年 达到登峰造极地步 清德宗 为了强化其各族共主的形象 全盘继承了宋明以来 推崇官羽的做法 加封他为忠义神武灵幼 仁勇显威护国宝民 京城随静 意赞宣德 官圣大帝 罗冠中 三国演义受到推崇 也为官羽的地位建立了社会条件 以至于到了现代 大多数人对官羽的印象 都来源于三国演义 但这些封号中 并无才智一字 那么官羽为何最终会成为才神 官羽最初只是武将形象 但民间对神圣 往往寄予着这样那样的诉求 伸张正义 浮为济困 习武练功 打挂算命 官司诉讼等 都要拜官公 以致科考取士 求取功名 抗御水汉 消弥战乱 也要求官公庇佑 官羽逐步从武神 战神发展到财神 保护神等 官羽地位的提升 并非一蹴而就 官羽财这一次 也早已渗透在 他成为神的路上 一说 宋朝时期的盐田 是晋商重要的财路来源 官羽作为盐田 和晋商纽带的关键人物 与财挂钩 不足为奇 随着官羽地位的不断提高 他忠义勇猛的倾向 也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做生意 讲究的是信用 官羽是重情忠义的最佳代表 加上官羽 勇武有力 出门在外的生意人 也希望得到庇护 二说 关羽生前曾被曹操勤获 当时曹操旁敲侧击 知道了关羽 并未打算留下的意思 但他反而重金后代 想要以子留下关羽 曹操对他的礼遇 甚至到了上马金 下马银的地步 三说 官公生前十分善于理财 曾设笔记法 发明日清簿 这种计算方法 设有元 收 出 存四项 后世商人公认为 他是会计专才 所以被奉为商业神 关羽形象地位的转变 就像时代的电影 政治的需求 和社会的发展影射 在片中方方面面 与其说 是关羽能力攻击的体现 不如说是宣发背后的势力 想让我们看到什么 这样的变化看似偶然 事实上 却是历史造就的必然 句句独行的背影 跨过历史长河 看到有黑的土墙开始修缠 开始相襟带淫 他心如止水 一切把戏 他都了若指掌 他朝西南方向看了一眼 久久不语